大家好 非常榮幸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電腦視覺還有虛擬實境的技術運用在運動場域 那我先簡單的做個自我介紹 過去我自己在大學研究所的時候都很喜歡打球 所以在交大的時候其實我做的研究就是跟運動影片分析蠻有關係的 那從交大畢業以後我到台大就讀網媒所的博士班 那在網媒所博士班期間其實我也參與了一些國家隊的活動 然後跟著他們去比賽從中觀察一下 就是到底我們的選手們他們需要什麼樣子的資訊科技來協助他們的訓練 那畢業之後呢很幸運的就到了中研院當了一年的博士後研究員 接著又到了成大 成大之工的戲女來們呢 他們其實也蠻需要一些運動的學習輔助的工具 所以我也跟我的學生們又繼續的研發 怎麼樣運用虛擬實境的技術來協助運動員 那一直到現在到了清大其實我們的系統都還持續的在研發 那我在2010年跟2011年的時候呢就跟著國家的亞青選手們出國比賽 那在2010年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到泰國比賽 那這當中呢我們是跟著HBL的一些球星們一起出去 我當他們的小跟班然後看著他們說 欸這現在的練習的狀況裡面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教練選手可能需要什麼樣的協助 那這其實也是一個因緣際會 因為當初其實我是設計了一個自以為應該對國家隊球員會 很有幫助的籃球戰術 電子籃球戰術版 希望說就是可以真的拿去給我們的國家隊選手試用看看 那後來到了比賽場地以後呢才發現說 欸其實這樣子的電子戰術版根本不可能在實際的比賽當中使用 因為比賽的時間其實是非常緊湊的 教練一個暫停他可能只有20秒的時間 所以他其實沒有辦法很詳細的去跟球員解說 每一個戰術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會避免掉去使用一些額外的工具 來在這20秒的暫停時間當中使用 所以我就用陸續的去思考說 那這些資訊科技是不是可以協助他們在比賽之前 就去讓他們更理解戰術 那為什麼會想要做這件事情呢 因為即便是這些很頂尖的國家隊的選手 你會發現他們一大早教練可能會把他們叫來 做一些程訊 可能要做一些熱身操啊 然後做一些暖身啊 那當然還會包含就是戰術的一些溝通理解 那教練就會發傳統那種紙本的戰術版 然後就會跟大家講說 現在大家請畫5號戰術 請畫12號戰術等等之類的 那大家可能就會想像說 其實球員們都已經是國家隊的選手們了 那理解這些戰術應該不是難事 應該都可以很容易的就把這些戰術匯製出來 但仔細觀察以後就發現不然 就是12個球員裡面可能會有兩個到三個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在教練限制的時間之內 去把已經學過好幾遍的戰術把它重現出來 那這是為什麼呢 其實有很大的原因 等一下我們會在後面會去提到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觀察 所以我後來就更建立我自己的信心 我覺得其實資訊科技 尤其是電腦視覺技術或者是虛擬實性技術 一定可以從中幫忙這些選手 那我自己的研究領域呢 其實包含了一些跟多媒體相關的一些區塊技術 包含了像是多媒體內容的理解 那所謂多媒體內容的理解 就是大家現在比較熟悉的像是電腦視覺技術 或者是語音分析甚至是音樂分析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可能可以運用機器學習或者是人工智慧的技術 去對於一些已存在的多媒體內容 去分析說這些多媒體內容 它可能具有什麼樣子的高階語義 可是網路上其實有大量的多媒體內容 我們要怎麼樣快速的去進行檢索 甚至我們要快速的推薦 可能使用者會感興趣的這些多媒體內容 那這也是我們希望可以做到的 那另一個領域呢其實是針對多媒體內容 我們可能除了就是譬如說拍攝影片編輯影片之外 我們可能還希望就是可以自己重製一些影片 甚至是無中生有的去產生一些多媒體的內容 譬如說在VR的世界裡面 我們可能要產生很多的3D的虛擬的這些Content 但是如果我們要由就是Artists 自己來繪製這些3D的Content 其實可能會非常的花時間 那如果他自己不是這種多媒體專長的學生的話 其實他也很難憑空的 就是生出一個很漂亮的3D場景 所以有時候我們可能必須要透過 像是剛剛提到的推薦的技術 或者必須要透過像人工智慧學習裡面 有一個叫做GAN的技術 去自動的生成3D的內容 那在電腦世界裡面 其實我們現在跟這些多媒體內容互動的時候 其實也需要很多人機互動的技術 除了大家熟悉的這種UI UX的設計之外 其實還有很大一部分就包含了語音辨識 或者是手勢辨識 所以我們也琢磨滿大一塊的研究是在手勢辨識 那大家要跟這些多媒體內容互動之外呢 其實你還希望說 如果我現在戴著虛擬實境頭盔 我會希望看到的是美美的畫面 所以裡面就一定會包含到一些電腦圖學的技術 那這些電腦視覺電腦圖學還有人機互動的技術呢 其實把它整合在一起 大家就會發現說 其實現在最紅的這些擴增實境或虛擬實境的技術 就是以往這些技術的一個整合 那更進階的我們會希望說 這些擴增實境技術或者是虛擬實境的技術 是不是有可能全部移植到手機或者是一體機上面 而不是需要一台很強大power的運算能力的這種電腦 才能夠去實現它 那以上就是我自己感興趣的一些研究領域 那今天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過去在運動領域 我們做了一些電腦視覺技術的分析 以及虛擬實境技術的一些系統的輔助 那希望可以給大家一些idea也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未來在開發上面也可以用到類似的技術 或者是有類似的想法 那在早期我們在做這種運動影片分析的時候 就會有人說 這個運動影片分析其實好像不是一個特別 我們說solid的研究 因為你會看到說今天如果我要做網球影片分析 我要做籃球影片分析 我要做撞球影片分析 甚至是做棒球影片分析 其實它的場景會不一樣很不一樣 然後它裡面的物件也會很不一樣 像是你的球場或者是球桌 它會長得完全是不太一樣的集合特性 然後呢這些裡面的事件也不一樣 球員會跑動的方式也不一樣 有時候你會看到 畫面裡面其實沒有球員 它可能就是focus在球的部分 所以我們常常過去就會覺得說 這些運動影片分析通常都用了很多 我們稱之為heuristic的rule 就是一些直覺的規則去歸納說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件 發生了球員的什麼樣子的跑動 就是對應發生了什麼事件 所以如果大家去看大概2000年左右 到2010年左右的這些sports video分析的paper的話 就會發現說其實每一篇 如果你把它的演算法實現出來以後 它都幾乎很難直接套用到另外一種球場 甚至假設我今天是一個棒球場 棒球場或者是籃球場好了 我今天在A籃球館訓練好的這個模型 其實我到了B籃球館 其實它根本就是完全不能用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還會希望去探究這樣的問題呢 首先我們的運動影片其實它有很多很大量的受眾 因為我想大家應該都還蠻喜歡看這些運動賽事 尤其就是到了一些大賽事 譬如說像美網啊 或者是那種溫普頓的網球賽啊 或者是世界大賽棒球大賽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一回家 今天就會有非常大量的競賽的場次 然後你會想要一次把精彩畫面全部都捕捉 那如果你要自己慢慢看的話 其實你就必須要花掉非常大量的時間 所以比較好的一種方式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電腦視覺的技術 來幫我們從中擷取一些highlight 所以早期大家在做這種運動影片分析呢 其實最主要的一個目的就是 我希望能夠從中抓取一些特殊 大家會感興趣的事件 譬如說像是籃球影片裡面 你可能就會想要看灌籃的事件 或者是很厲害的主攻事件或超級事件等等 或者是那種逆轉的三分球 那在網球影片裡面 你可能就會想要看非常精彩的底線對抽 或者是上網截擊等等 那除了對於一般觀眾去開發這種 運動影片分析的系統之外呢 其實我們也希望可以輔助一些比較專業的 不管是球員或者是教練 可以透過過往他的對手的比賽影片 或者是他們自己比賽的一些影片 從中去抓取一些資訊 那這些資訊通常就是跟戰術比較相關 所以他可能會想要從比賽影片當中去看說 他的對手們通常使用什麼樣的戰術 或者是當他在對到某一個球員的時候 是不是往往就是會派特定的球員去防守他等等 類似像是這樣子的資訊 那再來另外一個滿大的目的就是 我們會希望學習某一個特定的球的種類 譬如說我自己當初不太會打撞球 可是看人家打好像覺得好厲害很好玩 所以呢我們那時候就做了一款 是我們蒐集了很多那種職業球員 他在比賽的這些影片 然後我們去做了球的追蹤 然後希望從中去看說職業球員 他通常在特定球面的時候 他會怎麼樣去瞄準怎麼樣打這顆球 所以他是比較也是for學習用的用途 好 那所以如果我們來看早期 我們在做這種運動影片分析的時候 會需要多大的功夫 首先一大段影片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會需要把它切割成很多微小的片段 那這些微小的片段 他本身可能要具有特定的意義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apply像是 videoshop segmentation這樣子的技術 把可能一個片段一個片段 the shot change的部分把它找出來以後 然後把整個很長的片段去做切割 接下來呢裡面這些片段呢 因為導播的運進手法的關係 這些片段裡面可能又會包含了很多不重要的資訊 譬如說有些他只是帶過啦啦隊 或者是帶過觀眾 或者是他是暫停的時刻 他拍一下球員的進招 他可能跟整個比賽賽事是沒有那麼有關係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需要透過一些演算法 再去把這些無關的鏡頭 無關的片段把它過濾掉 那我們通常就會想辦法去偵測到 欸現在影片畫面當中 有沒有所謂的球場這樣子的物件存在 如果有的話他才可能是我們所感興趣 有事件發生的這些片段 所以可以看到說欸我們會利用就是去找尋 所謂cord view的play 去把有包含球場畫面的片段找出來 那接著呢就會把這個被保留下來的這些片段呢 我們會去擷取他的所謂低階特徵 那早期低階特徵可能就是說欸我從他的顏色 我從他的age的分布 他的age的分布狀況去看說欸他有沒有可能是一個人 他有沒有可能是一顆球等等之類的 然後從這些低階的特徵去擷取出所謂的中階特徵 中階的特徵他可能就比較像是欸他可能是一個區塊 同顏色的一個區塊 再到高階特徵他可能是告訴你說這是一顆球 還是這是一個球場還是他是幾號球員類似像這樣子 比較接近人類對於影片內容理解的一些特徵呢 那有了這些從低階中階一直到高階特徵截取 其實現在看起來好像很簡單了 可是在2000多年2000年到2010年的時候 其實這些技術都還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其實都很難把它做到好 那好不容易把高階特徵取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希望知道他這些譬如說球員或者是球 他在球場上的軌跡 實際上的這個軌跡的路徑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有了這些軌跡物件的路徑之後呢 我們其實就可以去建構一些機器學習的模型 比如說我們還是可以有用一些規則化的法則去判斷說 欸現在這整個片段裡面因為出現了誰往哪邊跑動 所以他可能是發生了什麼事件 然後或者是我們可以去做一些像是利用 比較知名的SVM或者是一些HMM等之類的人工智慧的 機器學習的方法 想辦法去判斷說 欸假設我不知道這個弱要怎麼定 才能夠找出特定的事件 我可不可以丟給機器很多 譬如說這個是很多上網結集的片段 然後他擷取出來的這些高階的特徵是什麼 那我請機器去學 學學看說看到這些特徵 他是不是就知道說OK發生了這些事情 他應該就是一個上網結集 或者是他應該就是一個灌籃事件 類似像這樣的做法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技術也蠻有趣的 我們叫做Mining Based的技術 所謂Mining Based的技術就是 其實一開始你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但我可以從影片中擷取的這些高階事件 去看它發生的機會有多高 那我們就可以從中找到說 可能有一些Pattern它常常發生 那我們再去把Pattern找出來 看說這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事件 譬如說這個Pattern 像我們之前在做網球影片分析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我們原本可能指定了四個事件 是我們感興趣的 可是我們把這些高階特徵取出來以後 就發現裡面有某個特徵的Pattern常常出現 我們就把影片撈出來看 就發現說原來我們小定義的一種 其實也經常會發生的事件 叫做Double Fault 就是兩次的失誤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種Mining Based的方法 去幫我們把一些原本沒有想 沒有定義好的事件 再重新的把它找出來 所以以往我們的做法 大致上是這樣子的流程 那我們也可以有一些延伸的應用 譬如說你都已經有球員的資訊了 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軌跡比對的方式 然後讓我的教練可以更容易的去找到 我現在跟我戰術比較相似的這些軌跡 然後利用剛剛這個比對的結果 去把戰術軌跡相似的這些影片的片段 把它找出來給球員看 好 所以這邊就秀幾個例子給大家看 譬如說剛剛有提到我們現在如果有好幾場的網球比賽 那這邊是我們用機器學習的方式去自動偵測 這是自動偵測的結果 就可以看到說一長串影片進來以後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很多的區間很多的區段 然後有些區段呢已經被我們filter掉了 因為它可能是不是包含球場畫面的這些片段 那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的用特徵截取 還有機器學習的方式去判斷說 這個片段可能發生了什麼事件 像這邊可能就這幾個片段都是底線的來回抽球 那這些片段可能就是上網截擊啊 然後可能發生失誤啊等等之類的 那用這樣子的方式使用者觀眾 他在觀看影片的時候就可以很迅速 他只要挑選他可能感興趣的片段來看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也做了一些籃球影片分析的work 譬如說在影片當中我們會去尋找所謂wide open的這些事件 那為什麼會想要做這件事情呢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是野心的非常大 我們就希望能夠去幫教練找出關鍵的戰術是什麼 然後提供給教練 可是我把這個想法告訴所有教練呢 就發現所有教練都嗤之以鼻 因為沒有人會希望有一個人工智慧的工具 會取代掉他自己 而且他們也覺得這件事情不可能 不可能有機器比他們還要專業 所以當你這樣去跟教練溝通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說服他們提供資料給你 或者是去幫你標註資料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在跟著球隊去比賽過程中 我們發現說譬如說前一天我們隊伍可能對日本隊 可是日本隊可能在前一天又對了韓國隊 所以在明天我們要對韓國隊的時候 我們教練就會去把日本隊對韓國隊的影片拿來看 然後拿來一個一個片段看說他們打什麼樣子的戰術 那這樣子的一個流程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可是實際上非常好時 譬如說教練他可能出去比賽 他一整天包含訓練包含比賽 他其實已經完全沒有時間了 所以他這些分析其他球隊的影片的資訊的這些時間 都是犧牲掉教練自己的睡眠 譬如說他可能就要另外看影片看到半夜三四點 然後才有辦法在隔天幫球員 summarize出來說 昨天韓國隊打這是哪一號戰術 你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對應這個戰術 那如果說我們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教練 我覺得這件事情當然滿有幫助的 就是透過影片然後來去回顧對手的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進攻戰術 或者是防守戰術 但是有些教練他可能也還不錯 可是他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這麼快速的去找到那些重要的戰術 發生在什麼時間點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到說 其實我們不用去取代掉教練 可是我們要站在輔助的立場 我們有辦法去設計一款 就是可以幫助他更快速找到戰術 可能發生在哪裡的這樣子的工具 那對他們來講 他們就興趣就會比較高一點了 那當時的想法就是說 好要找戰術 戰術一定他基本上就是為了要得分 才會去做這種戰術嘛 所以如果說他是一個成功的戰術的話 他一定會造就一個得分機會 也就是所謂的空打 wide open 因此我們在這個project裡面做的事情 就是我想辦法從我的影片當中 去分析所謂的wide open的事件 那手法很簡單跟剛剛講的一樣 我還是有很多像前出力的步驟 我把影片切斷 我把球場找出來 我把人的軌跡找出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可以針對每一個片段 每一個play我都去想辦法把球員 在球場上移動的這些位置把它點出來 那什麼叫做空檔事件 那這個每個人定義可能也又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跟教練合作去訪問他 去問他說 你們認爲什麼叫做空檔 那其實就不外乎幾個嘛 一個是他投球的時候沒有人放手 一個距離範圍內是沒有人放手的 再來就是他離籃框很近 然後再來呢可能就是他跟籃框連線之間 其實沒有什麼人在 那就教練給了我們這些hint以後呢 我們就把它轉換為程式 把它實現成一個rule best的一個空檔偵測 那另外呢因為我們有了軌跡資訊 我們也可以去分析防守的是怎麼防的 他是採用二三區連防還是採用一對一的防守等等之類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開發了一款就是電子版的這種戰術版 那其實這樣子的電子版戰術版 現在如果你用iPad去下載的話 可以下載到蠻多類似的工具 那他基本上的功能就是我要讓教練可以在上面畫 畫的同時呢我要能夠記錄軌跡資訊 讓他可以replay然後也要可以修改 那我們戰術版跟以往的電子戰術版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有所謂的戰術推薦的功能 因為我們已經有軌跡資訊了 我們資料庫裡面有大量的這些戰術 那教練的畫出來的這些軌跡呢 其實都可以去跟我們資料庫裡面存在的這些戰術 去做一些比對的演算法 去找出可能這個教練最想要畫的戰術是什麼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可以幫助教練快速的完成一個戰術的繪製 因為很多戰術其實他是有很大的共同性的 他不會從頭到尾都不一樣 他可能只有一兩個變化而已 所以他可以先很快的用搜尋推薦的方式 找到跟他想要教導的戰術類似的戰術 然後再來做編輯跟教訓 好那這邊就呈現了一下就是 假設我們用傳統電腦視覺來做 所謂的球員追蹤的話 就可以看到左邊就是追蹤的結果 右邊就是套用了一些所謂空檔的入俄以後 就可以看到有空檔的球員腳下 你就會給他一個highlight告訴教練說 這個球員是有空檔的 那我們可以把這些空檔事件發生的 這個機率把它累加起來變成一個列表 那這樣教練就可以很快的去找到說 哪幾個時間點他包含的這個片段 有空檔的機率比較高 那另外他其實還有一個作用 就是我們發現其實教練他沒有辦法 一次focus在這麼多球員身上 一次有五個進攻球員 我不可能同時我的專注度五個都看 所以有時候其實我們有請教練來幫我們 標註一些我們稱之為 ground truth 標註 data 就是讓他看哪些球員是空檔 但是我們會發現就是這些教練他在標註的東西 他不會是百分之百正確的 反而是我們的系統亮出了這個底下的 是 hint 給他以後呢 協助他更快速的去找到更多的空檔事件 那有這些空檔事件他才有辦法更快速的去推論 到底這個空檔是有什麼樣的戰術造成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電子戰術版 你可以看到說我們上面每一筆畫在動的時候 其實下面的這個推薦的列表裡面推薦的戰術 也是不斷的在變動 他會根據就是我們教練現在輸入了什麼東西來做推薦 那下面這個就是剛剛有提到我自己想要學桌球的教學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是去追蹤這個桌球影片 專業的球員他轉播的影片 然後他的這些球在球桌上面的位置 我們把他投影到這個俯瞰的視角上來 然後接著呢就會告訴要學習的這些新手們 說這像剛剛這樣子的球路 你接下來瞄準每一個球帶的話 他進球的機率會是多少 那當然這個機率就完全是仰賴大家的 高中物理碰撞原理去推得的 那我們也必須要去驗證說 到底這個碰撞原理我們推得正確不正確 有沒有參考價值 後來我們就會發現說其實是有機可循的 譬如說像今天可以看到 就是剛剛有一個推薦的區塊 這個區塊代表的意義是說 我們今天要集一顆球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考慮這一顆球 它在這個時間點要被集進 球洞內 我們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必須要考慮下一個球好不好打 也就是母球接下來你要讓它停在哪個位置 那剛剛那個區塊在告訴我們 就是說你今天打擊完之後呢 會希望你的母球就落在這個範圍之內 這樣你下一球才會好打 那有了這樣的 hint 以後 我們就套用在現有的影片當中 然後就會發現說像這一球 其實即便你是專業選手 你也會有失誤的時候 所以當它的球集出了我們推薦的這個母球 落點的區塊之後 你會發現它下一球真的就是打不進 即便它是專業選手 其實也變得非常困難 OK 所以我們是用這樣的方式去驗證 我們的碰撞原理是不是值得信賴 好 那後續其實我們有做過一些 直接在手機上面直接去偵測球 或者是球員的這些work 那譬如說以棒球為例好了 你剛剛都沒有提到棒球嘛 那以棒球為例的話 我們就會去拿著手機在投手 還有去拍投手這個投球的整個流程 那這個手機當然架設的位置 就要稍微調整一下 它必須要是能夠拍攝得到本壘版的 因為我們必須在本壘版上方去augment 去擴增一個虛擬的這個九宮格 然後來判斷說 它球投過來到底是好球還是壞球 那大家可能都可以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我現在只有單一個角度的這個畫面 我怎麼知道它實際上深度是多少 那這怎麼有辦法精準的去猜測出 它的好球帶是什麼呢 是的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必須要另外架設一些參考的點 通常我們在畫面裡面 必須要再去加上一些額外參考的求助 類似像這樣 然後給予我們更多額外的這種3D空間 不共面不共線的點 我們才有辦法去推導它的實際上 做出來的這個3D的軌跡是長什麼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思考啦 就是這些傳統電腦視覺的方式 它可以知道所有運動場上發生的事嗎 譬如說這個是我博士班剛畢業的時候 然後林書豪他在紐約尼克隊非常的紅 所以呢他表現太好了 所以ESPN就幫他做了一個剪輯 就針對他各式各樣的能力 幫他做了一個評分 譬如說他起步三步每步的跨步的大小是多少 然後他的時速是多少 啟動的這個時速是多少 那當然他也可以去把其他厲害的NBA球星 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跟林書豪對比一下 那甚至林書豪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技巧 就是他其實切入還蠻厲害 切入轉身然後投籃這樣 所以ESPN就幫他做了一個 林書豪的轉數是多少 那也是一樣就是去跟以往那些NBA球星做一個對比 或者是我們可以知道林書豪投球的時候 他的出手角度是多少 那這大概是2011年 2010到11年之間的一個影片 那可以想像這個影片絕對是後製的 他並不是用電腦視覺技術去做出來的 他是ESPN用人工後製的方式去做出來的 但是隨著深度學習的到來 其實在我博士班畢業的時候 其實我是把這個影片放在我的博士論文 Defense的Future Work 然後我下了一個結論就是 要做到這樣的事情可能太難了 可能還要可能二三十年都做不到 但是有了深度學習技術出來以後就發現 我這個結論好像下得太早了 其實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 OK 那深度學習技術他除了已經可以 比較精準的去追蹤到球員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有一些技術 他是可以去偵測到底球場上發生了什麼事 像你現在是這個球員是在Defense 還是你是拿著球的那個人 還是你是在運球的人 還是你今天只是單純的站立 或者是移動等等 他都可以去做對應的偵測 那甚至是我可以把球員的股價 節點抓出來 譬如說像在這邊就有一個新創公司 他就把節點抓出來以後馬上即時的 我就在對應的節點的地方去加上一些特效 譬如說他投進了 那我就讓他有一個手感發燙的特效 這就不是人工後製喔 這完全就是用AI的方式去做到的 那甚至我也可以跟場邊的觀眾去做一些互動 因為透過這些post的偵測 我其實可以導播可以有更多的選擇性 來跟觀眾互動 或者是以往在球場上面 我們其實要去做到這些球員的偵測 還有一個蠻重要的應用 就是我希望可能可以把這些人的形體 把它切割出來 然後可能把它換成另外一個場景 另外一個背景 然後再放到VR這樣子的應用當中去呈現 可是以往要精準的去切割這些人物的話 可能就要去做綠幕對不對 然後想辦法做背景的切割 但是如果說我們今天可以有這些人的post的猜測的話 其實我就可以更精準的去把對應的這些人的邊緣 都把它找出來 好 所以就可以大概提一下 就是現在post estimation 比較厲害的幾個model 那大家最 大家可以看一下post estimation 其實蠻困難的 因為你 首先你不知道你的畫面當中會有多少人 然後這個畫面當中可能非常擁擠 人很多 也可能人很少 而且有的人在前 有人在後 所以你會看到人的大小是不一樣的 然後再來有些人他可能躲在非常陰暗的地方 你甚至連肉眼都很難看到說這邊有一個人 OK 或者是他會有非常複雜的遮蔽現象 OK 前面的人會遮到後面的人 又或者是他可能姿勢非常的多變 像這個有打球的 有坐著的 甚至有騎車的 所以怎麼樣去開發出一個演算法 他可以精準的 不管是針對你是什麼樣的動作 都可以把你對應的股價找出來 這就很重要 那以往比較常見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先從畫面裡面 我就可能套一些物件 或者是人體偵測的一些演算法 或一些模型 我把人先找出來以後 然後我再開發一個深度學習的模型 去猜測說 在這一個人的區塊當中 他每一個節點 譬如說我可能要找17個節點 那這17個節點 他在畫面裡的XY坐標分別會是什麼 那我們就學一個AI模型 讓他學會怎麼樣從一張圖去猜出每個節點的XY 那這種方式其實沒有那麼容易做 所以後來 因為你每一個節點只去猜一個XY資訊 你就發現說其實很容易猜不準 另一種方式大家比較現在常看到 就是說我不直接去猜你的XY坐標在哪裡 而是我直接對每一個你要猜的節點 我都去升一張像這樣子的能量圖 我們叫做He-map 就是他的信心程度的He-map 那他告訴我的是說 這一個pixel這個像素 他屬於某一個節點的機率值有多高 那套用了這種不確定性的機率值進來了以後 其實我們深度學習的模型 他就更容易去學習它了 他不會說我每次猜出來都一定要精準的是一個節點 那因為有了就是他有一個範圍嘛 所以其實對他來講 他可以看到的global的區間的這些特徵也會更多一點 那就這底下我想就給大家參考一些比較常見的深度學習的模型 用來做這個股價預測的 通常會是一個像這樣子的漏斗的形狀 然後呢一張圖進來了以後呢 我們就會慢慢的去做每一層到每一層都是一堆網路神經節點 那他會幫助我們去擷取一些重要的特徵 所以透過好多層的特徵擷取 我們可能會去最後留下來的就是一個維度比較小 因為我們原始的影像維度很大 比如說你可能是1024x1024的畫面 可是我們可以把它就是降到很低維度 來表示我這一張圖所代表的資訊 那我們會希望就是降維之後的東西 我再把它解回來 我再拉回原始圖像大小之後呢 它就會得到我們剛剛的那個heatmap 也就是說我希望最後這個output跟我原圖一樣大 而且呢在對應的位置上我就會知道說 這一張圖如果是要偵測左手關節點 那就會在左手關節點那邊有比較高的距離值 其他地方應該就要都是0 所以我們就去學一個這樣子的網路 那可以想像這種網路的學習 你就必須要人工的先去針對你的圖像 標註所有的關節點的資訊 所以現在就有蠻多dataset 其實都已經有這樣子的二D節點的標註資訊 那另一種做法是 sorry 應該是說follow剛剛的想法 就是我拿到一張圖以後我先套用人體偵測 找出所有可能的人物在哪 然後再去偵測對應的骨架 那這樣子的架構最有名的 如果大家想要做類似的事情的話 就可以去用這個alphapost的library 它是一個open source 是由對岸的交通大學所研發出來的 那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其實非常好 它不論是在旋轉或者是在多人的場景 或者是像剛剛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根本就飛在空中 像一隻鳥其實已經不太像人型的狀況之下 其實它還是可以偵測的蠻不錯的 那像這種人物有大有小啊 或者是遮蔽狀況非常嚴重的時候 其實至少它針對沒有被遮蔽到的人 它都還是可以運作 好 那在他們的做法裡面其實跟以往的人的做法都蠻像的 但我覺得有時候就是可以借鏡一下別人 到底它創新的點在哪邊 那他們就其實他們創新點是從他們的觀察而來的 它發現說以往像我們剛剛說的 用一個深度學習網路直接去拆這些2D關節點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如果你抓出來的這個人的範圍 它沒有很好的去框住這個人 譬如說它可能只框到一半 或者是它可能框太大了 那你去做後面的猜測就會變得非常的不準 所以它在這邊它就做了一件事情說 我可不可以再新添加一個網路 去把這個框變得讓它框得更準一點 然後再去進行後面的這些股價節點的偵測 那就發現效果就還蠻好的 那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以剛剛的架構會發生什麼樣子的狀況呢 就是當我場景裡面人很多的時候 譬如說你場景裡面可能有一百個人 那你就必須把這一百個人就各自去做 它的普價節點的猜測 所以當場景裡面的人越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的系統沒有辦法 realtime運行了 因為你必須要套用一百次的這個post estimation 那所以也就是說這樣的架構 其實不適合用在人很多的時候的場景 所以另外一個很知名的library叫做open post 它就提出了一個是我不管你裡面人有多少 那其實我都可以做到realtime的detection 那它的想法其實蠻單純的 我們剛剛那種做法有點像是top down的做法 就是我一張畫面拿到 可能就先找人在哪 然後再去做節點偵測 現在不是我用button up的做法來做 我先去看各個節點在哪邊 再想辦法把這些節點串接起來 串接出一個合理的股價就是像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圖進來以後呢 它會先去告訴你說 哪邊可能是左手軸的關節點 哪邊是右手軸的關節點 所以你會拿到譬如說17個節點 就會有十幾張讀 告訴你說每個節點可能在哪邊 接下來它也會去告訴你說 每一個像素它可能屬於 某一根骨頭的機率是多少 譬如說你現在偵測到這邊有左手軸 這裡有一個左手軸 那照道理講合理來說 左手軸應該要跟左手腕相鄰 變成是一條骨頭對不對 可是這裡有一個左手軸 它這裡有一個左手軸嗎 那我到底這個左手軸要跟它連 還是這個左手軸要跟它連呢 這件事情就必須要有額外的方式 來做推論 所以它的想法是說 那我就再給你一個模型 這個模型可以去幫你猜測每一個節點 它屬於某一根骨頭的機率值是多少 那透過這兩者結合了以後 你就會知道說 OK雖然說這個點跟左手軸 左手軸可以連 然後這個點也是可以跟它的左手軸連 但是在這個連起來的連線上面 我們發現這個所有的pixel 它其實都不太像是一根合理的左手臂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樣子的連線把它去掉 OK 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原本的連線方式可能有很多 但是透過剛剛一些就是 濾除掉不可能的連線 我們就可以把最終就是股價它的組合 把它偵測出來 那下一個我們想要探討的問題就是 這2D股價夠用嗎 如果我想要做到剛剛林書豪的這個例子 其實2D股價節點它並沒有辦法去幫我 偵測轉速是多少這件事情 因為轉速你必須知道它在真實空間中的 XYZ坐標 而不是它投影在2D畫面中的像素位置的坐標 對吧 所以2D股價預測一定是不夠的 那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一樣猜測2D股價的方法其實可以延伸運用到猜測3D 那這邊我就不再針對它的演算法 多做細節介紹 不過可以給大家看一些現今一些比較著名的方法 他做出來的效果 像這個人他就是用一台相機拍他的各種動作 然後為了證實說他偵測出來不是2D股價 而是3D股價 他還把他的3D股價綁到Unity上面的一個Avatar上面 所以就可以即時的根據他3D的運動方式來操控這個Avatar 那也有一些做法是我可能就是拿多台相機來做 做這個模型的訓練 那因為你有多個角度的資訊 所以訓練出來就有更多的參考 可以去設計你這個模型 那它的準確率就會更好 那如果你們想要自己實作 然後套用在你們未來Project的話 可以考慮用這個FB的這個模型 那它的模型也是Open Source 那基本上你只要把影片給他 他會幫你產出對應的這個2D的股價 然後再用這個2D的股價 再去推論說他3D的股價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就可以看到說我們剛剛想要做轉速是多少 這件事情其實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架構去做出來 不過呢事情永遠就不會那麼單純 就是當如果大家自己去測試的話 就會發現現有3D模型股價的誤差其實是非常大的 那給大家一個數值參考 就是在現有的公開的dataset當中 這個誤差最好的可能也會到3公分以上 而且這是一個平均上最好的 如果你去看它真正就是誤差的那些節點的話 它的節點誤差可能會到十幾公分甚至二十幾公分 也就是說3D股價偵測其實在即便在人工智慧技術發展的 這麼蓬勃的階段其實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好那實踐關係我3D股價節點的部分可能就先就此打住 我下一個project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麼樣用虛擬實境技術來協助籃球的訓練 那在虛擬實境技術當中 我們之所以會把它用在籃球訓練 是因為一樣觀察到就是很多教練他其實在教球員的時候 然後就會發現說其實很多教練他用這樣傳統戰術版 或者是電子戰術版在教學嘛 然後就拿著一堆棋子 那有些電子戰術版比較好 它還會讓你輸入說每一個棋子你可以輸入那個球員的照片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哪一個球員跑到哪邊去 這樣maybe會有些幫助 可是事實上當這個叫戰術稍微複雜一點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球員是搞不清楚狀況 尤其是訓練當你在訓練那種國中小籃球隊 或者是大學的系隊 其實甚至是校隊都很多球員 其實是不太會看戰術或者是理解戰術 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有沒有辦法去改善戰術理解這件事情 那還有一件事情我們也想要改善就是 我好不容易就是大家可能都懂這個戰術了 因為我們是資工系嘛 所以資工系最常發生的一件事情就是 練球通常都湊不到五個女生球員 所以就會發現說 我今天就算我自己想要練戰術 可是沒有人陪我練 那這時候可能虛擬實境就可以派上用場 因為虛擬實境它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自己一個人操作 其他人都是假的沒有關係 那所以即便今天你跟你的隊友練的時候 可能都還會發現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你的隊友是豬隊友的狀況 所以好不容易你記起來了 可是你的隊友跑錯了 那一切也要再從頭來過 但是跟虛擬實境一起用虛擬實境來訓練的話 你的virtual的這些team max 其實他們就是能夠保證他們跑的一定都是對的 那你就可以更有效率的來練習戰術 那以往在戰術教學的時候 除了用戰術版 其實我們有訪問過一些教練 他們最喜歡的其實還是用這種實體教學的方式 我就站到五個球員站上去 防守球員也站好 我就一步一步跟你講到底現在應該要怎麼做 但是這個方式非常的花工夫 而且每個球員的狀況肯定不太一樣 那所以我們後面也會介紹一下說 如果我們的教練想要用虛擬實境的技術 不只是教導戰術 他可能還想要回放 甚至是講解剛剛就是執行錯誤的地方 你應該要做哪些修改的話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功能 也把它implement在我們的系統當中 那過去其實已經有非常多這種 運用虛擬實境來做運動訓練 比如說在虛擬實境的環境中 他不一定是戴頭盔 他可能是有一個很大的投影幕 讓他有沉浸感 然後做這種虛擬的籃框 讓他做投籃 或者是像這種Football 每次足球等等的 他們也會運用虛擬實境來做視野的訓練 或者是戰術的訓練 然後像棒球也是 就會有一些人就是來讓這個捕手 或者是有時候是放在打擊者的視角 去做這種打擊訓練或接球的訓練 所以不管是用這種360的camera去拍攝的實體場景 還是像剛剛有些是畫出來的假場景 其實都已經有人用在運動訓練當中了 那我們想要探討就是說 在籃球這邊是不是也可以做一個 比較實用的戰術訓練的一個系統 所以在這個系統當中我們就用到了幾個工具 一個工具一樣就是必須要讓教練去輸入他的戰術 那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本來想說 我們就盡量簡化 那其實就讓教練就在虛擬實境裡面 去輸入戰術就好 後來發現不行 就是教練首先你要引入一個新科技 給沒有這個使用習慣的人的時候 其實他會非常排斥 所以他會希望他在VR裡面所做的事情 越少越好 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好沒關係 我們就讓你在平板電腦上面去繪製 用你原本的習慣去繪製戰術 畫完戰術以後呢 他繪製的是一個2D的軌跡 我們就按下一個button 我們就把它轉換為像畫面裡面 你看到的這種3D的動畫 所以你就會可以看到說 裡面的動畫角色就會根據剛剛輸入了2D軌跡 在球場上動起來了 那你當然可以自己去設計一些移動的骨架 去把它綁定在這個角色動畫上面 OK 好 那球員他就戴上了這個VR裝置以後呢 他就可以看到任意視角 所以他可以去做切換 那你看到他這個手在幹嘛呢 是因為我們在這前面架了一個remotion 他可以去抓你的手勢 所以他可以透過裡面一些簡單的UI去做操控 決定說他現在要由1號球員視角 2號球員視角 還是5號球員視角 去看這個戰術每一步的執行 那就會發現說 當你置身VR裡面以後 整個世界就不一樣了 你不再只是在死背這個軌跡 其實你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當你跑到這裡 在這個時間點 其他球員你看不看得到 所以教練會更容易去講解說 為什麼這個時候你有空檔 為什麼這個時候某個球員 會是你可以傳球的 OK 所以在我們後面測試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這些學習者 他都表示就是有了這樣的系統 對他們來講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另外其實我們後面還有一個project 是針對就是戰術執行的時候 譬如說我現在拿到球了 我可能會有很多動作可以選擇 你到底拿到球 在不同的防守陣型之下 你要選擇投籃 還是你要選擇做個假動作切入 還是你要選擇做個假動作然後假傳 當你拿到球的當下 你其實會有十幾種可能 甚至更多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個系統是 我們在這個學習者身上 綁了一些motion capture去捕捉他的動作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前面介紹到的視覺方式 用camera去拍他的動作也是可以的 那有了這些動作軌跡以後呢 我們也是用AI的技術去做了一個動作辨識的模型 那這個模型就可以幫助我即時判斷 現在這個使用者他是做了十幾種動作裡面的哪一種 所以今天我們就會讓他去看 到底現在防守者怎麼防 是離你很近還是離你很遠 還是站在你的某個方向 那同時間使用者就必須很快的做出對應他的決策是什麼 那我們要訓練的就是他的決策反應 那首先先看一下就是在戰術輸入的部分 其實他就是一個蠻單純的一個戰術版 所以教練一樣就是可以用簡單的拖拉方式 然後一步一步的去設計他每一個時間點 哪個球員要怎麼跑動 那這邊有一個蠻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教練通常他只會輸入進攻軌跡 他其實不太會再針對防守的軌跡去做部署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希望可以用AI模型去訓練一個會防守的隊伍 所以可以看到說在右上角這邊其實紅色的就是教練現在輸入的軌跡 而藍色的就是我們AI模型現在輸出就是針對你進攻者怎麼動 那我們防守者應該要怎麼守 那這邊我們是怎麼去訓練他呢 其實我們是從NBA的DATA去訓練他的 所以可以看到說我們現在的防守就跟NBA的策略會比較像 他會是比較偏向一對一的防守而不是區域防守 那當然這邊細節怎麼訓練的我也可以先跳過 如果等一下最後大家有興趣的話我想我們再回頭來補充 那在這個系統開發過程當中就是我們分了很多階段 找使用者來測試然後測試的過程中就有同學就有反應 就有練習的同學反應說這個系統是不錯 可是裡面的五個球員都長一樣 所以我進去了以後我在3D空間中迷失了 因為每個人看起來都一樣我其實不知道誰是一號球員 誰是二號球員等等 那他也不想要去背他的那個球衣背號這樣 所以後來我們又做了一個功能就是你在使用系統之前呢 其實你可以先對你的這些虛擬角色去做一個編輯 所以你可以上傳你的球員的2D照片 然後我們可以讓他就是自動貼到我們現有的3D模型上面去 把它變成是一個角色編輯器的概念 所以這個就是那時候我們拿了成大志工的幾位老師的照片 然後來做成大志工籃球隊的結果 OK 那這邊就簡單秀的Demo Video 可以看到說實際上使用的時候其實就是透過平板去輸入戰術 那這個是使用者看到的畫面 裡面的介面我們把它設計的盡量簡單 不然使用者會不知道怎麼操作 所以使用者只需要打開就是舉起他的手 然後翻到這個面向之後 我們的面板就會跳出來 那上面他能選的Button其實也不多 那我們給他一些提示 譬如說一開始的時候沒有換臉功能 那他可能就是告訴他說這是1號球員2號球員3號球員 那我們也會把他應該要跑動的路徑 譬如說傳球的軌跡這時候你要傳 然後這時候你要怎麼跑我們也都會把它記錄下來 OK 那當然球員也可以去切換視角 譬如說他現在要切換到1號位2號位 或是3號位 他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觀看戰術執行的整個過程 那他其實也可以切換到所謂的上帝視角 那他就可以看到說在戰術板上面 每一個人跑動的方式應該是什麼 那這個功能其實也是後來加進去的 因為我們看到蠻多的研究都在探討說 其實這種運動訓練還有一個全局觀跟個人技巧 兩個面向是需要訓練的 那我們其實剛剛在看的比較偏 讓他看到自己在做什麼比較偏個人技巧 但是其實有時候我們會需要一個全局觀 讓他看到整體的戰術是怎麼跑動的 OK 那這就是對應的編輯器 你可以編輯高矮胖瘦膚色還有人臉等等 OK 那剛剛有提到說就是教練也可以用這個系統 所以其實他進到他繪製好的戰術以後 他可以進到這個系統來實際選擇他要怎麼跑動 那在移動的過程中 因為我們有一個Record and Playback的功能 所以他可以透過Controller去操控說 他現在要錄製還是要暫停 然後另外他可以在裡面講話 然後畫面我們會同時把它錄製下來 那這就有商機了 因為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戰術網紅 就是他們專門在看比賽 然後幫人家解說這裡面有什麼戰術資訊這樣 那透過這種方式其實他不只是可以針對真實的video去做講解 他今天厲害的教練 他如果想要教導遠方的球隊 他其實也可以透過遠距的方式來做教學 好 那我們做的第一個版本呢 其實它是VIVE 然後要駕Lighthouse 然後它是會需要連線的 那在使用上面就會有一點不方便 所以我們後來又做另一個版本 是在VIVE Focus一體機上面 所以它就可以真的帶到球場上面去做驗證了 那因為VIVE Focus它是一體機 所以它的運算效能就沒有我們PC這麼強大 所以在整個架構跟演算法的設計上呢 我們也必須要去做一些優化 那在實驗的階段呢 我們必須驗證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用我們的VIVE 我們有的VR來做訓練 跟沒有你是用傳統的方式來做訓練 到底那個學習的差異性上會有什麼不一樣 那其實這件事情的評估是非常困難 我們也是想破頭 然後因為很少很少paper在探討這種事情 就是你怎麼去評估你用這個 然後學完之後你這個學戰術的能力有沒有進步之類的 那所以我們整個實驗流程會是這樣 就是在系統的流程上面呢 會是可以讓教練一樣的透過平板去輸入他想要訓練的戰術 然後教練也可以戴上這個VR的頭盔去設定 他今天要訓練哪些戰術的我們稱之為training session 那他把training session設定好了之後他就可以發布 發布之後你的學習者就可以透過他的頭盔 進到特定的training session 開始進行剛剛大家所看到的這些訓練流程 好 那為了要評估學習效益 我們就找尋了52位的受冊者 那這受冊者裡面就是大家打籃球的年齡層 還有就是他們年齡層大這樣都是大學生啦 因為比較好招受冊者 但是大部分的人他們就是打球的這個球靈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們就平均根據他打球的球靈把它分成三個組別 然後三個組別裡面就會希望球靈 每一種球靈的人都要有 那這三個組別就會包含說 你是從頭到尾都是用傳統戰術版在做訓練 或者是你是用這種影片式 看的跟我們看到的這些content其實是一樣 可是你就是用2D的monitor來看 還是你其實可以進到VR 用在3D當中來看 那看他學習的效益是怎麼樣 那整個評估的流程呢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設計了4個戰術 它的難度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我們會先用傳統的戰術版 去讓他們學這4個戰術 然後都一一上到真實的球場上面 去跑這4個戰術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pre-test呢 主要就是希望說我們要先知道這個受測者 他自己本身原本對於戰術的理解能力怎樣 有些你做出來好像他用VR很厲害 可是其實可能不是你的VR系統厲害 而是這個使用者他天生 他就比較會理解戰術 所以我們會需要有一個pre-test 當作一個標準 那接下來呢第二個階段 我們就是一樣的4個戰術 但是呢我們就分成三個組別 再讓這些使用者自己去體驗 還有就是聽取學習 然後經過了一個learning的session之後呢 會進到最後的讓他們上去測試 把他剛剛經過兩階段學習之後的 學習成果呢一樣就是4個戰術 在球場上再重新跑動出來 好那跑完了 這個就是我們設計的4個戰術 可以發現就是他難度都是不太一樣的 那為了要去評估他到底跑得怎麼樣 所以我們這裡也自己開發了一個球員追蹤的系統 所以我們在球場周圍就架設了4台camera 因為我們怕會有遮蔽狀況 那我們就架了4台camera 然後去透過我們的演算法 把球員的位置像這樣子把它偵測出來 所以就可以看到4台camera 他各自拍到的畫面 跟最後整合完之後的軌跡的狀況 好那所以每一個受測者他跑一個戰術 就會產生出一段這樣子的影片 那我們就會把這影片所有的軌跡把它記錄下來 接著呢就針對每一個戰術開始來分析了 就分析說他在使第一個 session 所以我們要選學習也就是pre-task跟用了我們的各式各樣 三種學習方法之後 他在重新跑戰術之後的這個軌跡的變化狀況是怎麼樣 那其實這邊可以稍微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這裡越紅就代表說他的戰術跑動越一致 也就是說他已經開始熟悉這個戰術了 如果越亂你會發現就是越分散然後幾乎都是藍色的 代表說他很少跑動過到這邊 也就是說大家對這個群 這個群裡面的人對於這個戰術 他其實認知可能是有一些差異的 像這邊甚至都跑錯了 OK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用VR的 其實他整體而言他在戰術跑動的一致性上面 是比其他兩個group的人要好滿多的 那另外我們也有去看了一下就是不同的戰術 像這個例子又更明顯的就可以看到說 有些戰術當他複雜的時候就是 其實即便就是你是用VR學 他可能學完了以後效果也沒有辦法就是馬上提升 但是似乎有比其他兩個再稍微好一點 那另外我們還用了另外一個 衡量的好壞的方式去知道說 他到底有沒有好好的學會這個戰術 就是我們有去記錄他的黑pose 那這些黑pose呢我們把它記錄下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replay他曾經看過的畫面是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虛擬場景嘛 所以你記錄黑pose你就知道他virtual camera該怎麼動 那我們就把virtual camera會看到的畫面全部都疊加起來 你就可以想像說如果今天在某一個時間點 你疊加起來的畫面長得像這樣 非常的亂非常的blur 那就代表說你的球員其實這時候他在亂看 他不知道自己要幹嘛了 但是如果像這邊就是他會非常的知道說 我下一步就是要穿過這兩個人往前面跑 你就可以看到疊加完之後的畫面 他就是在他專注的地方 他的他會非常明顯 他不會有就是整個畫面很blur的狀態 那這樣子的呈現會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教練他可以透過這個東西去知道 他的球員到底哪個步驟其實沒有搞得很清楚 然後再進一步的去做講解 那我們當然也透過一些比較主觀的問卷 來去衡量就是他的學習效益是什麼樣子 所以可以看到在這邊比較著名的一個問卷呢 其實是2011年有EP研究學者他們就去針對運動員 他其實在做訓練的時候會希望針對譬如說Strategy 或者是他的Skill 或者是他的Global的全局觀等等之類的 或者是一些跟系統有關的這個益用性等等之類的 這些問題呢我們來做調查 那就會發現說我們VR的這個系統 的確都比其他方式進步的多 好 那在實測過程中我們還發現另外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些使用者會feedback給我們 他會說我在VR裡面的確我都知道人在幹嘛 但是當我要接球的時候呢 因為你接球的時候通常你不會把頭低下去看球 所以就會發現一個狀況就是說 當你要看著你的隊友接到球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到底有沒有碰到那顆球 那有些人可能就會說 欸老師我其實我的VIVE controller其實它可以震動啊 我可以在它碰到那顆球的時候 我給它一個震動回饋 對沒錯我們一開始也是這樣想 然後我們就讓使用者帶著這個VIVE的controller 給它一些震動回饋 結果在它傳球傳出去的時候呢 我們的controller也就跟著飛出去了 所以這邊就發現一個問題就是說 在這樣的系統當中當你要給它觸覺回饋的時候 其實最好不要讓它手上有拿東西 因為運動員他其實會習慣就是把動作做出來 因此我們就開發了一個類似像紙套的東西 讓它帶在手指頭上面 那這個紙套呢它裡面就有震動馬達裝置 所以呢它就可以去模擬三種動作的震動 一個就是它接到球的震動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它運球時候的震動 還有一個就是它投籃的時候呢 我們會讓它的震動是從靠近掌心的地方 慢慢的往指尖的地方推 所以大致上去模擬這三種觸覺回饋 那同時我們其實也有去探討 就是當這個球員在VR當中 然後我們讓他帶著這個腦波移的時候呢 我們去量測它的所謂的專注度 因為其實VR它裡面很多人戴上去以後 可能會有暈眩感 那我們其實在設計的時候經過好幾個改版 想辦法去透過調整Virtual Camera的移動速度 還有調整我們Content的複雜度 然後想辦法去減低使用著它的暈眩感 它的這種Motion Sickness 但是其實還是很難免有些人就是特別容易暈 所以我們又另外想辦法想到一個機制 就是說可不可以透過偵測它的腦波提前的預測說 它現在已經開始在不專注 可能已經開始在感受到暈眩了 OK 那這是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一些work 好 那在設定這個振動馬達的時候 也有一些有趣的議題都出現了 就是大家如果有玩過Switch的話 也知道說它其實裡面也是靠著振動回饋 然後模擬很多種特效 讓你在玩遊戲的時候有更沉浸的感覺 那可是在設定這些振動的pattern的時候 其實你通常就會需要透過一個軟體 然後想辦法去設定說 我現在發生了什麼事件 所以我的每一顆馬達我要振動多久 振動的頻率是多少 振動的力度是多少 你要給它多少的電量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慢慢這樣手動的去設定 我們稱之為configuration 其實它沒有那麼容易 你往往就是使用者要經過 好幾次的反覆測試 你才知道說 對 這個是我要的振動的感覺 那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有沒有辦法去改善input 給振動裝置 振動回饋裝置這樣的一個流程 所以我們又另外做了一組指套 那這組指套呢 就是帶來左手 然後振動回饋裝置呢 可能是帶來右手 所以兩隻手 一個是另外一組手套 一個是振動回饋的指套 那另外一組一組指套呢 它裡面裝的就不是馬達 振動馬達 而是壓力感測器 因為透過直接的按壓 我們就可以去 我們就可以去記錄 到底我現在想要壓的多大力 想要壓的多久 那透過這樣子直接按壓的方式 把這些訊號再轉化到 另外一個振動的pattern上面 我們就比較容易快速的去設定 這些馬達的振動模式 那所以它的裝置就會有點像這樣 就是我們會一樣會有一個軟體 在手機板上其實也有 那可以讓你看到就是現在你的指套 你的指套因為它是移動式的 所以你可以裝在指頭不同的位置的地方 然後去做不同的input的測試 那剛剛有提到我們其實還希望去量測說 使用者到底他對於特定的防守情形 他是不是有辦法做出正確的這些進攻的決策 所以我們也去讓他穿上這個motion capture 然後我們會讓他看一些360拍攝到的這個防守陣型 然後讓他決定說這個時候你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那有些人可能就會說 那我不是就讓他像中間這樣 我就看video然後去決定說我這時候應該要切入 還是我這時候應該要傳球 那這件事情其實當然是ok的 可是其實在動作訓練 或者是我們稱之為決策訓練的領域當中 他會分幾個層次 一個是他對於這個東西的判斷是正確的 接下來是他能夠把這個判斷正確以後 做出來的決策轉化成正確的動作 然後再來是這個動作要夠即時 所以後兩者其實都是你沒有辦法透過影片 然後直接做出動作 然後看你即不即時 ok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讓他用這種motion capture的方式 然後用動作辨識的技術去判斷 使用者有沒有快速的做對動作 那我們也去探討了說他看到的畫面 要是這種360的場景真實場景 還是其實沒有關係 我就讓他看我們剛剛前面那種虛擬的場景 來做學習他的效益有沒有差別 那事實證明的就是不管是真的場景還是假的場景 其實對他學習效能效益來講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這有什麼好處就代表說 因為真的場景你必須要派真人去拍嘛 那不同的防守狀況你都必須要有人在那邊演出來 可是如果是虛擬的場景 你就只要用程式去操控就好了 所以他可以在我的戰術板上面去指定我球員 防守球員要怎麼動 我就不用慢慢的去設定 好那這邊就是我們在動作辨識上面的一些方法 那我直接給大家看demo 就是這是他戴上頭盔以後會看到的畫面 所以他看到這個畫面 他就必須要做出一個動作 像他剛剛就做了一個錯誤的抉擇 因為防守者已經在左邊 他還想要從左邊切入 就會告訴他這是wrong action 那如果他做出來是往右切的話 其實就會是correct OK 所以可以看到這整個系統 其實要考量蠻多事情 一個是就是他在裡面要讓他不能暈眩 然後我們的整個動作辨識要是非常及時的 他一做完我們就要能夠判斷 所以演算法上面就不能設計太大的模型 好 那現在我們還在繼續想要延伸做的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剛剛那個虛擬的動畫裡面 其實那個人的動作都非常一致 就跑步就是只有一個動作 然後投球也只有一個動作 因為我們是子宮系 其實我們對於骨架的這種編輯不是那麼的在行 所以我們接下來想要做的事情呢 其實是有點像seagraph 2018這篇work 他們正在做的事情就是 他其實是用強化學習的方式去模擬球員運球 或者是就是跑動啊或者是轉身等等這些一些基礎的動作 那其實在今年seagraph 2020的時候 又有一篇更厲害的 他其實也是結合了AI的方式 GN的概念在他之前的work裡面 他可以做到 他可以去控制人要怎麼 在大球場上要怎麼走 然後球要怎麼動 他的軌跡是怎樣 然後甚至就是他還可以去針對細部 譬如說我左手的關節 或者是我腳的關節 我希望給他一些constraint 設定他應該要怎麼移動 所以他就可以做這種就是 你有防守者 然後我可以做出對應進攻的動作的這種效果 所以其實以現在這個project來說 他已經大概進展了三年 然後我們持續都還在發展 希望讓他做到最後是可以更精美 而且是蠻多教練會想要來使用他 那這邊我們也自己實作了一些就是 用RL的方式還有GN的方式 讓他可以 就讓用那種生成模型的方式 讓他可以去生成出一些就是不同的動作骨架 比如說像這邊是一個走路的姿勢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透過去control他在 比較high level的空間中的一個移動軌跡 我們可以走出不同人走路的樣子 然後像這邊也是就是我可以走出不同人跑步的樣子 那甚至我可以讓他從走路慢慢的轉變到跑步 那甚至我可以讓他從走路慢慢的轉變到跑步 所以這邊主要就是希望透過AI技術去生成出 比較像人類跑移動的這些骨架的軌跡 好 那我想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在這邊暫停 然後先看看線上的同學有沒有問題好了